中国功夫远远流长 深受国内外武术迷的喜爱 下面要说的这名来自西安交大的乌克兰留学生 就特别迷恋中国武术 大家好 我叫Sophia Zichepula 我的中文名字是龙智慧 我来自乌克兰 现在叫东大学大儿的林学生 眼前这名19岁的乌克兰姑娘龙智慧 先就读于先交通大学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 看到这一身武航的行头就知道 它肯定有两下子 怎么样这一朝一世还不错吧 而说起这名乌克兰姑娘的中文名龙智慧 她说与功夫巨星成龙有关 龙因为是成龙的龙 因为我非常喜欢成龙的电影 龙作为姓氏 而索菲亚在希腊语中正好是智慧的意思 自从迷上了中国武术 龙智慧从五六岁开始 就在他的家乡基辅汉语学校 学习汉语和中国功夫 十几年下来 在乌克兰斩获不少武术比赛的奖牌 而2017年秋季考入县交通大学至今 他已经拿下了国内好几个重量级的 大学武术比赛名次 在全国大学生武术比赛和山医省大学生武术比赛 一共获得了四块金牌和两块银牌的优秀成绩 不光是爱好武术 龙智慧平时在校园里也能歌善舞 龙智慧说他喜欢西安这个城市 最喜欢的小吃是肉夹馍 他的梦想就是有一天能和成龙一起拍电影 而他也希望通过自己来中国的学习 向更多的乌克兰人介绍西安 让乌克兰人了解西安的历史文化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